还开着呢 我总得混口饭吃吧 都给我掀了 小惠惠欺负水果摊小贩 二话不说就要掀摊 小贩刚要上前阻止 反而因此激怒了惠惠 叫板什么 咋 就在小贩无助时 大哥带着小弟突然出现 小贩喜出望外 连忙跑到大哥身后 连腰板都直了起来 可惠惠见对方年过半百 却根本就不放眼里 大哥笑嘻嘻地跟他们打招呼 请这里个吃光 大哥解释自己并不是来打架的 而是成心来解决问题的 这两小贩并不买账 拿起西瓜砸在地上 并用脚狠狠地碾碎 吃了这西瓜才解决问题 混混下的八腿就跑 说不知大哥看着牢 却早在十八年前 就称霸了整个地界 当年这一带的地图时 那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那个时候这帮小崽子 还在妈妈怀里喝奶呢 然而就在他们鬼哭狼嚎时 更多的小弟蜂拥而来 而大哥只有三个人 能否敌得过几十个混混呢